健康最简单的16种好方法 我分别来教大家 第一个 吃早餐不要吃宵夜 各位 早餐重要不重要啊 一日之际在于 晨啊 记住 吃早餐能够让我们身体 当下所有该有的糖分 让你的脑袋清晰 所以我们常讲小孩子 如果你们家有小朋友读书的 早上去学校 不要匆匆忙忙没给他吃早饭 尤其给他吃一点糖类的东西更好 因为糖类能快速使我们脑袋更清晰 更清晰 早上如果有早窒息 如果有早窒息 他通脑清晰考试比较容易考得好 吃早餐不要吃宵夜 可以年轻3.3岁 多吃一些碱性的食物 现在整个大环境都已经酸化了 你同意吗 每次下雨大家就要拿雨伞 为什么 哎呦 零点小雨不是很浪漫 不行 头发已经快掉光了 OK 酸雨 整体大环境酸化 我们的身体有没有跟着酸化 也跟着酸化 所以相对的 多吃碱性食物可以年轻3岁 拥有好的性生活 或者伴侣生活 可以年轻1.6岁 人家说五老生活要有一个老什么 老伴 哪五老 第一个要有老本 你同意吗 有点老本比较有尊严 同不同意 第二个要有个老伴 比较有伴 第三个要什么 要一些老嗜好 第四个要一些老朋友 第五个要有一个不老骨头 重要不重要 重要 无老生活人生才会快乐 好了 第四个 每日葡萄酒一小杯 葡萄酒里面非常好 里面含有三样东西 第一个叫葡萄多酚 第二个的叫白黎卤醇 它是控制我们细胞的转化的 第三个最重要的叫OPC 寡六本前花青色素 它能够使我们的血液循环 达到最好的代谢 最重要还使女性的皮肤 加强我们胶原蛋白母细胞的生成 第五个 交些自信朋友 至少我们人生有许多的好朋友 可以去谈谈天 聊聊天 走一走 第七个 不要间断学习 活着 告诉大家 不断的学习 会让我们增长很多的智慧 人生会快乐的 还能够年轻 2.5岁 今天所有人来到现场 你们已经开始年轻了 给最年轻自己掌声鼓励 第八个要良好而充足的睡眠 这个不用讲 睡眠重要不重要 你会睡吗 你以为你睡着就叫睡 为什么睡起来一生的酸痛 睡觉有方法的 今天没机会讲 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教教大家 如何真正用睡眠达到健康 好吧 他可以年轻三岁 多喝好水及蔬果 就像我讲的 身体70%都是水分 所以如果70%健康 身体健不健康 健康 四岁 少吃肉类 油脂 年轻六岁 餐后用牙线剃牙 这是所有牙医师公认 而且大量推举的 各位 如果你每天都用牙线剃牙的习惯 牙线哦 不要用牙签哦 我给你保证 你一辈子 蛀牙这两个字远离你 你可以保有一口好牙 年轻六点是谁 每天要运动 活动活动活动 活着就这样 就要动 为什么要动 因为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旁边 有一个东西叫立腺体 是它的发电厂 各位请你告诉我 你买一些电精用品 放在家里三年不用 会不会坏掉 同样的 我们的细胞那个立腺体 你没去活动它 我们细胞也容易衰老 所以让自己多运动 年轻六点四岁 用护四深呼吸 护四啊 不用肺部深呼吸 我们吸的不够饱 吸气的时候用肚子呼吸 你可以年轻五岁 每天转转你的颈椎 转转你的腰椎 不让你的身体的脊椎问题 来伤害你 你可以年轻三岁 那彻底了解自己身体的症状 知道哪时候该注意 哪时候该保养 那当然是最重要的 年轻十二岁 最重要的 各位 人不是身体要健康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 尤其我们的心灵 更要健康 你同意吧 各位请常说 我爱你 对不起 请原谅我 谢谢你 这是零极限这本书 里面讲的四句 最重要的话 如果你常说 年轻五岁 各位 健康的身体 是灵魂的客厅 病弱的身体 是灵魂的监狱 这句话你同意吗 英国最有名的哲学家 培根所讲的 不是你早餐的那根培根 OK 是 培根所讲